这台机器一个整体的构造是这样子的 前面还有一条输送带 然后每一个地方的都有贴这个标识 都有贴这个标识 然后振动盘到时候把包会拆下来 装回去的时候把脚背对好就行了 这个是暗号盘 那边是一号盘 然后后面的话 后面的话接上这些插头 把气管也接上 因为到时候这一批线和气管都要拔出来 装回去的时候把主机推进来 把这些插头按线标插好 把气管插好 这个是机器的气源接口 到时候找一根8毫米的气管 直接插到这里来就可以了 插好之后往前面推就是开气 往后面推就是断气 然后机器的电源线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插头 这个插头呢 会插到这个变压器上面 这四个都可以插 这四个都可以插 可以插一个上去 插好之后变压器的这个电源线 接到当地的插座上面就可以了 接到当地的插座上面 然后接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按这一个开机 电源开关打开就开机了 第二步 通电 这一个是机器的触摸屏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界面进入 可以选中文 也可以选英文 语言选择在这个位置 我们先选中文进去 然后这四个温泳表对应的是机器的四个模具 比如说中风温度左 就是说中风模具的左边这一块模具 中风温度右 是指中风温度的右面这块模具 横风温度里 是指横风模具里面的 横风温度外 是指外面这一块横风模具 这个是启动开关 停止开关 是一体的 这个是电源的指示灯 这个是急停开关 这个是电源开关 底下这个插座 底下这个插座 是插输送带的电源的 调好机器之后 把输送带推进去 把插头 接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我们等机器上升 上升到指定的温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穿模具进行调试 温控表的调试是这样子的 按SET按键 等数字跳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上键增加温度 确认好之后 按SET一键确认 如果要降温度 也是同样的办法 按这个按键 然后按向下的箭头 调整 确定好之后 我们按确认 红色的数字是实际的温度 绿色的数字是设定的温度 我们设定好温度之后 一定要等四个温控表的温度 红色的数值都跟绿色的数值对应 这样子的话 加温才算完成 温度上来之后 我们找一个8毫米的气管 8毫米直接的气管 插入到机器 气源 插入之后 把它往前推是打开 往后推是关闭 我们打开的时候 这个黑色的指针 要达到6公斤以上的气压 就是说超过60 60到80之间 要指着这个位置 气压的调节 可以通过这个东西 拔上来 引动 调节气压 这个是调大 相反调反的话是反着你 调好之后我们按下 就可以 底下是排油口 排油口和排水口 往上顶的话会放气 8毫米的气管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我们把包装膜 装到机器上面去 首先把机器的架膜轴 向上取出 拿下来 套路 锁紧 放上位置 居中把膜 一定要在机器 正中心位置居中 居中好之后 我们要把膜 剪一个V型口 拿个剪刀 剪一个V型口 剪一个V型口 然后将膜穿入机器里面 首先把膜放在胶楼和这根棺杆的中间把膜放进去 搭入上面然后拨动底下的根杆电机会转动 拨动这根杆波动这根杆电机会转动 拉出一定距离 然后兜过这根波动的杆 从底部兜过 兜上来之后 绕过这根杆 然后拉入后面的光头 这个是捞膜 然后穿入自带器 加膜 穿入自带器 然后按着顺序往下面拉 这两边的膜不能跑出来 右手围住往下面拉 拉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把膜背面对齐把膜的背面对齐 对齐 打开拉带轮的离合 然后在机器的界面里面找到点动操作界面 有一个点动中风 我们按住它大概0.8秒到1秒的样子 将背面封住 封住之后把膜穿入 拉到轮中间 穿入拉带轮中间 然后把尼壳松回 返回到机器点动操作界面 点动拉带 按住不动即可 点动中风 点动拉带 点动中风 点动中风 点动拉带 点动中风 然后我们点动横风 穿膜的这个步骤就已经完成 包装膜套好之后我们机器就已经全部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之后把输送带推入机器内部 把气源套在插座上面电源 好然后打开输送带 打开输送带之后 我们在机器屏幕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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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屏幕的这个首页 打开下料开关 把两个振动 盘的开关打开 设定好包装的下料次数 比如说现在是三次 意思就是这个器杆工作三次 现在一次是打一二三四五五个 打三次的话就是15粒 那边也是打三次 那么两边加起来就是30个物料 如果说我们只需要包10个物料 那么我们在这个次数这里改成2 这样子的话这边下10个 那边下10个就是包20个 如果说只要下10个物料 我们就把它改成1 这样子这边下5个物料 那边下5个物料 如果说我们只需要下5个物料 那么我们把2盘关掉 或者说把1盘关掉 2盘打开 这样子就可以 现在我们下3次物料 这边2号盘也下3次物料 把下料开关打开 我们开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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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钟